嘿唷 大家好 我也是 你知道全國最大線上BBS是PTT嗎? 最近 某疾管署副署長半夜睡不著覺 原來是Buddle咬起來看PTT看到 問卦 武漢已爆發非典型肺炎冠狀病毒群聚感染 然後就讓台灣提早發現疫情超前部署 莫名其妙把全台最大名義BBS變成護國神戰 害我又要把稿子重新修過 所以 你累了嗎? 先聽首歌好嗎? Just call in PTT 你最好的朋友 この番組はOECの相談室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 是的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PTT 疫情這麼嚴峻 我們當然要來講一些宅宅的話題 PTT現在每日平均在線人數超過10萬人 是許多記者、政治團體跟宅宅的活水源泉及生活一號 但是你知道嗎? PTT剛創立的那時候破仙人差不多就要超載了 1995年9月14日 就讀台灣大學資工系二年級的杜易景 AKA PTT創世神 創造了PTT 上帝用七天創造了世界 而杜易景則在宿舍裡用Linux 即開放原始碼軟體在一台486電腦上 建立了一個新的世界PTT 至於為什麼叫PTT 創世紀第一章第27解說 神用自己的模樣創造出了人類 杜易景則是用他的ID為PTT命名 因為他那時候常常熬夜 有了黑眼圈 同學就用這個特徵為他取了外號叫Panda2 簡稱PT 但是他認為是男人就好30公分 PT太短了不行 所以加了一個T變成PTT 這也是未來全國最大線上民意聚集地 以PTT名稱的由來 對30公分是我亂說的 那時候沒有這個概念 也由於PTT是全國線上最大民意聚集地 許多政治團體、記者、宅宅 都沒有他就活不下去 所以很多人都想過要把PTT買下來 但最後都失敗了 真的有在買賣的只有PTT帳號來著 雖然正方是強烈禁止買賣帳號 不過陸天跟8591還是關鍵式打上去 就一堆帳號等的交易了 話說竟然還有三個字的ID在賣 那可是創產初期才有的神物 竟然就這樣賣掉了 噢不對他還沒有賣掉 可惡想賣 好的我們不要在意那些細節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有江湖 PTT每天十幾萬人來來去去更是一個大江湖 PTT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最大版 再初期人氣最旺的版是匿名版 因為當時的匿名版不只匿名 還可以改發文名稱 而且還沒有記錄IP 也就是你不管說什麼都可以 所以常常會看到有許多有趣的文章對話 或是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爆料 因為不需要負責 所以也引起了非常多的爭議 最後因為太over了 於是就被關閉了 所以說江湖真是嫌惡啊 是的沒錯 就像常常聽到的一樣 PTT就是太自由了 所以每年都會有很多人出來說要關掉PTT By the way 2019年說要關掉PTT還是民眾黨呢 搞得一堆之前支持科屁的人都覺得超崩潰 但是除了我們懷念它的匿名版之外 還有三版合一三位一體的西斯就可跟黑特版 三版之間文章版有版風都互相影響 成為PTT最活躍的版之一 並在2005年發行了三版合一的合作版服 西斯就是SEX中藝也就是性版 在早期是全PTT最好笑的版 除了常有學術性的性知識討論外 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報效文章 由於網路並不特別發達的緣故 早期的BPS很少人會放途 所以故事的好笑成龍就比有沒有露出胸部重要的很多 曾經有人在版上分享自己的女朋友在做完錢一定要吃霸子牛排 不然就不跟你運動囉 一時間大家都跑去霸子牛排朝聖 只是年代實在太久了 現在我已經找不到這篇文章了 現在想想 南部城只是變相的廣告文 可是我們當時太年輕沒有發現 當然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像是鬍子代表禮貌之類的 關於這個故事我們之後會再做一集來討論 相較起還有專業性知識討論的西斯版 早期的黑特版更加是無法無天 黑特版的靈感是來自於小魚的紫色花園中的complain版 利益是以讓大家發洩、紓解、恨意為目的 並且允許大家罵髒話 成立之後因為這個版的構想很好 也有許多的發文好手出現 幾年之間逐漸成為大版 也讓黑特雖名為黑特 實際上卻是個溫心歡樂的場所 就算文章沒有恨意 也只要最後補個幹就行 根本就是聊天勝地 也讓黑特成為了三位一體的最大版 人潮絡意不絕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2005年開始 黑特不只成為了PTT最熱門的討論版 也發生了許多PTT的大事件 像是新228事件、沖子豹事件、陸小筆事件、奉生凱明事件、高潔男事件 以及初次造成黑特版關閉的漸警事件 然而在此兩年期間 許多的PTT名人及流行語很多都出自於此 因此也有人將這兩年稱為黑特王朝 至於以上幾個事件 我們未來將會再做一期節目來討論 而三位一體的Joke版 就真的是一路走來實踪如魚 Joke就真的是個Joke 因為定位明確 不太會有其他因素參與 很單純 但也常常因為如此而不夠好笑 先天優勢上的不足 卻也造就它地位的穩定度 在天空熊時期 更是一度佔上三位一體的龍頭地位 一度啦一度 那麼由於時間的關係 今天PTT故事先講到這邊 你印象最深刻的PTT故事是什麼呢? 喜歡這些節目記得按讚留言加分享 不喜歡就不喜歡 那就這樣 Bye Just call in PTT 你最好的朋友 Just come on PTT 你孤獨的時候 未來的路由我陪你走 我永遠在你的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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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